哈囉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張 全向跟一個後向的提籃 它的第二排左右是有ISOFIX的 中間是沒有ISOFIX的 那做完的話媽媽的空間大概是這樣 媽媽是擺 61公分 那做起來感覺還好嗎? 哥哥的椅子旁邊還有一點點空間 如果我們就是把哥哥的椅子往旁邊 退一點的話 媽媽空間就會再大一點 然後這個提籃的話 我們現在是把它擺在椅子的正中間 那如果你要把它偷偷挪過去一點的話 媽媽空間就會大一點 但只是小孩的提籃就會變得少來歪歪歪歪歪歪的 這就是第二排的空間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後面行李箱的空間 先從這個大狗 29號擺上去 可以擺三個29 因為這樣剛好是一個座位 可以這樣 可以擺三個29 我們側邊拍的話 剩下的空間應該不足以再擺任何的小行李箱 29號要站著的話 躺著的話基本上是進不去 躺著的話應該是 正好在椅子的一半 對 所以它大概就是擺2個29 躺這樣 那邊就還要疊這個24 喔 所以其實 如果它躺可以2個29 搭配2個24 是ok的 對 小狗可能可以躺三個 那一樣它後面的空間這裡的話 是不足以再擺 因為從側邊看的話已經超出了 所以比剛剛日本會跟不起來 白躺的可能可以擺一個在中間 所以最多大概就是2個29 加4個 小登機箱 對 然後它旁邊它有一點點這種零碎的空間 如果你有碎單不行 可以塞在這個縫子裡下 鵝板下方的空間 其實它蠻深的 大概可以擺一柄這種帽子 可以直直的整領放在裡面 沒有問題 裡面擺很多有的沒的雜物的通通都塞在底下 主廠看起來會稍微比較整齊一點 那第二排這個座椅是這邊一個按鈕 要可以支援槓桿 等一下後面有做兩個小孩的話 媽媽是可以一個人附三個 因為我知道一個同事遇到這個狀況 先幫他解答一下 那接下來幫大家分享那個 三台座椅都放到 左右兩側有一個這個符號 左右兩側各一個 那基本上拉下去的話 它就會支援六四分離 我幫他再推一下 開一聲 這邊有一個 拉一下 然後順便講到這邊都有掛勾 還有12V的電源 然後那邊也有掛勾 但那邊沒有12V的電源 單排放倒以後 大致是一個平坦的空間 然後我們上網去買了一個 Kodiak定制的充氣床墊 對正好有車友在團購 我們就跟著一起買了 它可以充的滿飽的 但我現在沒有把它充飽 大家都講說Kodiak裡面可以睡人 那這床墊就是有這個車子專用 爸爸你185你去躺一下給我們看一下 真的是 來就是這樣 哇 躺在這裡 這個高度大概正好185 上面就是天窗 對 翻牌全倒了 大概就是一個180人可以平躺 Kodiak專用的露營床墊 對裡面有包含 它裝起來就是一個這樣子大的袋頭 那裡面有打氣筒 如果萬一沒有電的時候可以用打氣筒來打 它這個打氣筒的管子 這是它的那個電動打氣的東西 那它是吃110的電 然後還有附一個管子 它沒有附車充 不知道車充的話另外給它買 但它說車充因為那個電壓比較小 所以充起來的話沒有辦法那麼鼓 然後裡面的話 它的床墊捲起來一個大小大概就是這樣 哇 其實還蠻重的感覺 對它的那個很扎實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充起來試看看 那厚度還蠻保養10公分吧 然後它的那個接實度 比想像中的接實很多 就是小孩在上面跳它幾乎完全不會拿的 真的還蠻硬的 好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解導到大家 因為就是最近還有很多試料忙 所以就不讓大家上字幕了 就簡單回答大家的問題 簡單回答大家的問題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 就這樣啦 謝謝 哥哥掰掰 掰掰 大家還有好 Carolina 我們在 Vic 小孩怎麼合作 我來一下 我們一起展示 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也請求